晚晚7點看容易 玩區生活 so easy 玩區生活知道多些 實在很容易 2024超容易 今天我們和Harry 一起來到一間餐廳吃東西 是工作餐而已 這個環境非常好 今後和Harry聊天 發現你這個老闆 是私底來的 因為平時工作的關係 我們都是以茶餐廳 選餐廳為主的 我們就介紹我們經常來的 這間羽林餐廳 具體的名字都是私底介紹的 羽林食堂 羽林食堂 希望大家平時可以多些來吃東西的食堂 是的 我先利身一件事情 因為最近我們推了很多美食片 這間餐廳我們真的不知道 之前是私底來的 我們推薦分享一些美食 但我們沒有收任何的廣告費用 我覺得這間餐廳很值得和大家去推薦 推薦之前又認識原來是私底 其實這間學校 不如Harry 跟我們介紹一下 你這間這麼厲害的學校 私底是我們的高中初中的私底 我們是幾宗畢業的 幾宗是全名的中山紀念中學 中山算是 絕對的No.1 算是OK的一間升學率比較高的一間高中 Sherry 我的太太 還有我 包括我們公司很多同事 其實都是由我們那間學校畢業出來的 各方人才會回到中山 開了這間店 好像這個圈子 即是說一個圈子 好像香港或者海外 一個好的學校 其實身邊的圈子是比較好的 我們看到一個這麼優秀的餐廳 就發現原來都是私底的 我們的圈子叫幾宗人 幾宗人 問問你身邊中山的朋友 其實真的是很Top的一間學校 所以就做了一個這麼Top的生意出來 這麼Top的私底 拳私底 Hello Hello 我們點完就知道原來這間店是你的 其實這裡的食物各方面 據聞有很多種不同的食材的形式 我們去試過幾次呢 覺得很好 所以今生就來推薦給大家 那每次想聽一下老闆你是怎樣介紹 其實我們羽林食堂 它主打就是一個大眾的菜系 主打就是一個老少咸兒 無論是三十歲的哥 又是八十歲的阿伯 其實都一樣可以找到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我們有幾個推介菜 第一個這個是青花 青花與沙律 很適合一些減肌 和著重健康的人士去吃的 第二個就是我們一個奶油飯 其實都是比較熟悉的 奶油煮的飯 奶油煮的飯 不單是肉有肉味 包括那個飯吃下去 都是城鎮奶油那種香口味 奶香味 還有我想重點推薦一下 我們有一個茶飲品牌 叫做宜林茶賴絲 我們這個品牌其實是注重一些 輕魚、真牛魚、美茶葉出來的 一種低卡、低脂、低糖的 一種比較健康的飲品 都是很受現在年輕人的歡迎 即是好吃得來其實又健康 是的 所以師弟其實對於整個市場 了解得很清楚 知道這種類型能夠配合到這個需求 我們總共環境好 即是尼林茶餐廳 是不是每個都是這種風格的 因為我去過尼林茶餐廳 不是這樣的感覺 其實風格主題來說 每一間餐廳是不一樣的 為什麼不一樣? 因為我們會根據每一間餐廳所處的位置 來進行一些專門的設計 譬如說這間我們現在坐在的 是我們的港口店 港口店可以看到是整個樹林環繞的 我們就做了一個玻璃房的設計 希望大家在這裡吃飯的時候 可以感受到那種樹林環繞的自然的氛圍 去到我們其他門店 譬如說我們食其清雞店來說 就是有一個瑞蓮池的 整個池都是瑞蓮的 環繞著主打一個水景的 但是同樣是共通的一樣 就是我們所有的餐廳 都會說是注同這個自然的融入 我們希望不單是你進來就是吹冷氣 或者進來就是看著那些水泥牆等等 其實不是的 我們更加覺得人和自然是要結合在一起 再去享受這一餐 吃又自然又感受到自然 人們就覺得是好之福 這叫壽色可餐 是的 這樣的一個環境 還有沒有其他更多的環境推薦呢? 因為這句說話 我是代我們香港朋友問的 因為其實我們很多香港的朋友回到這邊 說真的就開始過退休生活 或者收穫回來這邊度假 那人數呢? 就有路有亂 也都有多有少 你有這麼多餐廳 你推薦哪一間? 其實我要先問你他們想吃些什麼 因為我本身含蓋的業態 有咖啡餐餐 有中餐 也都有酒吧燒烤 第一個要提他們喜歡吃什麼 假如只拿人數來計算 我從早到晚來 比如說我早上起床 兩批人 四個 我想吃個 即是晚一點起床 我不想去傳統喝早茶 這麼簡單 那你推薦我去哪裡吃個 其實中午來說 我反倒建議來我們的雨林食堂 來雨林食堂 因為他吃的東西 第一個就比較簡單一些 比較快餐些少 還有性價比是非常之高的 那麼更簡單的吃一餐 那就開啟一個美好的一天 哈哈哈哈 那麼下午呢 其實晚上那一餐 就可以去一下我們雨林茶樓 雨林茶樓 就是中式私房菜的 它目前在中山來說 是私房菜的一個業道排名 都排在第三的全市 那麼其實那裡的菜式 都是以月菜為主 那些菜式都很有特色的 那吃完那一餐之後 其實可以 假如覺得意猶未盡 可以再去我們雨林酒館 喝一杯啤酒 喝一杯 儘量聽聽唱歌仔 哈哈哈哈 就是Live Bank那一張 對Live Bank那一張 喝一些燒烤 這樣就結束這個美好的一天 其實由早到晚 除了早餐之外 其實都可以是我們 哈哈哈哈 得到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案 真的好精彩啊 還沒訂閱我們 快點在影片的下面 按訂閱 將精彩的內容分享出去 我們繼續收看精彩的內容 如果人多呢 因為其實我們年前 真的試過有 我們之前推薦了一間 就是打邊爐的觸檔而已 那很多朋友回來這邊預約 他可能有超過幾十人 那這邊會不會接待到這種類型呢 因為我們現在在中山有七家門店 那每家門店 它容納的人數是不同的 那打比方 假如是10到20個人 我建議就來我們港口店 港口店 因為港口店 大家可以看到是玻璃房的 那一個玻璃房的 它正常20個人左右 它包到一間房是很舒服的 是 假如你人數再多一點 去到四五十個人 我們就建議你去到青溪店 因為青溪店它有一個獨立的大空間 你可以譬如說包到一個二樓去 大家在上面教活動 都會是比較坐得比較舒服的 假如人數再多一點 去到八十到一百個 可以去我們雨林派對 聽我的名字都知道是專門 有什麼玩呢 雨林派對它主打是一個露營燒烤 它的面積是一個年片的 面積有成千方的一個 有一個年片的面積 第二個它是在天台上是露天的 整個就比較舒服 還有有小巧合吃 又有啤酒喝 就是很適合一些大型的一些團體 八十到一百個是絕對沒問題的 嘩 只要你和飲食這方面的需求 我建議大家可以走一條雨林線路 哈哈哈哈 走一條雨林線路 我們師兄師弟一起去那邊感受一下 沒有事 平時我和Harry去吃東西各方面 會選一些中午簡簡單單的 你想要減脂的 又有 想要像Harry那樣 平時你吃慣茶餐廳 茶餐廳減脂的 主要的茶飲夠豐富 我就覺得OK的 哈哈哈哈 其實我們這裏沒有看過環境這麼漂亮 其實它的消費和茶餐廳都不差得很多 甚至有可能比茶餐廳性價比還要高 正常來到20多元就有一個套餐吃 有飯有煮食有湯有小菜 一套餐廳已經完成了 譬如說不喜歡吃套餐 我喜歡吃一些奶油飯 西餐 雞扒 其實我們都有 其實不同年齡段 不同的消費層 其實我們都可以含蓋得到 其實我覺得是提供了一種生活模式 然後滿足你各個時段 給一個好的環境 大家來這裏休息一下 是的 的一個感受 可以一班朋友來這裏 歡聚一下的感受 食物上齊之前 我們就會逐樣去試一下 這些食物 在節目開始吃的最後 我想問一個問題是 因為中山其實有很多的餐廳 不單止雨林 有很多其他品牌 你不選擇入商場的原因在哪裏 前面有說到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 和自然環境融合的一個設計 因為我覺得 人一定要坐在自然環境下 才是最舒服的 但是你一進去商場 你全部都是吹冷氣 我覺得就不符合我那種理念 因為我更加希望大家來到我這裏是 無負擔 什麽叫無負擔 第一個價錢無負擔 打棒是閉上眼 你都不會碰到很貴的東西 第二個就是健康無負擔 我們全部都是低脂 或者健康類的產品 第三個人是什麽 心情無負擔 看到這麽好的環境 其實人自然會開心一些 所以我就不會選擇去商場 其實很多人都會問 怎麼不去商場 是不是頂部租貴 甚至有很多商場都過來找我 不如你過來我去 入住 我們幫你免租 或者怎樣怎樣 商場禁卷 其實我都說 I don't know 因為你們給不到我想要的 這個自然環境 這個不是說商場不好 只是我們輿林品牌 這個調整 它選擇了 講究一個人和自然的和諧 和一個融入 我覺得這樣才是 我想給大家一個舒服的環境 是這樣的 沒錯 在節目最後會這樣問呢 因為我們很多香港的朋友 其實來到這邊 就是因為我厭倦了很多大商場 就是城市森林 我來到這邊有一個好的環境 無負擔感 在這裡感受一下 這邊這麼好的一個生活 每個場地停車都很方便 因為這邊做生意 一定要停車方面 一定要停車方面很舒適 所以我們稍後就開始試試這裏的食物 好嗎 先吃東西 好 吃東西 拳屍底走了 我們就開始吃東西 吃完之後 我就覺得很適合我現在這個節食階段 是 選擇 你平時吃了茶 你覺得這種是怎樣 都是中午甜飽的肚子 我對中午那一餐就沒有追求 重點是我覺得這間店的飲品出品是OK的 無類的咖啡等等 重點推薦一下 它這個原味的單重輕乳茶 我覺得是OK的 挺好喝 奶是好的 那些茶味也有 我反而覺得這裡的環境 是真的很特別 而且它有不同的地方 剛才老闆也介紹了 就是你適合這麼多的人 不同的時間段去吃 其實它都OK 所以這個雨林系列 其實真的可以大家回來 打打卡 感受一下 人均其實我們今天點 是應該差不多40元左右 是 人均40元 因為我們全部都點了是單點的夜務 沒有點的套餐 就是試了老闆的主打菜 有得喝 有得吃 在這個環境裡和朋友聊聊天 很安靜 我覺得這個餐廳的定位標準 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適合很多香港的朋友 回到來 你的度假好 你的退休生活好 每天 你可以來多些新的東西去感受一下 是的 就是這樣 今期跟大家推薦這個餐廳 雨林餐廳 我們會在評論區 把這麼多個具體的地址 全部發射上去 任君選擇 看看你喜歡哪一樣 下期 我繼續跟大家分享 更多精彩的灣區生活 下期再見 拜拜 晚區生活知道多些 容易告訴你 移居大灣區 你肯定有各種顧慮 有可能擔心新的環境 能否適應 我們節目分享本地的飲飲食食 到生活各方面的貼士 希望真實地還原本地生活給你看 我們還邀請了已經移居的嘉賓 分享居住的真實感受 一切都是基於了解 再做選擇 你可能會煩惱 那麼多樓盤 應該怎樣選 我們相信每個人的需求都不同 所以我們零壓力看樓 定制路線 一對一地帶你體驗周邊的配套 慢慢看慢慢選 而開通水電煤 駕駛證 居住證等等 都是免費的標準服務 裝修這麼大件事 最重要是做得放心 交付得有保證 容易有Harry Francis Mambo Freddie Sherry 我們每週最少有兩個落地的案例分享 每個案例都是一份交付的承諾和信心 那麼多案例都是實實地看得到 放心交給容易 喜迎新居入伙 找容易 輕鬆點 從了解本地生活到買樓裝修 拿包入住 我們很有信心 令你滿意地體驗我們的全程服務 馬上聯繫我們開啟你值得期待的灣區生活 衍 0 1 2 2 2